姐弟连北周五帝宇文雍皇后李娥子 西魏宫帝元年55412月 西魏丞相宇文泰邻军打败梁朝后 19岁的美女李娥子被作为战利品献给丞相宇文泰 宇文泰年过半白 国事繁重 对美色并无兴趣 于是就把他赐给了自己的四公子 年仅12岁的宇文雍当侍女 李娥子被计时于府城竣工宇文雍门后 他常常为自己的走运暗自庆幸 他像大姐姐一样尽心尽意的照料着小主人宇文雍在生活上 他想方设法给他更多的体贴和温暖 付出更多的爱与情 闲暇之时他给他讲南国的美景 讲家乡的故事 长此以往 十三四岁的宇文雍被他彻底征服了 渐渐的宇文雍长大了 朦朦胧胧的懂得了男女之情 而此时的李娥子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 频繁的接触使他俩产生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 五成元年五五九 李娥子二十四岁 宇文雍年风时期 李娥子生了个大胖小子 可谓早的贵子 虽然他们各自心态不同 但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 儿子的降生自然又加深了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虽然李娥子还没有经过名媒正曲 但他事实上已经成了宇文雍名正言顺的夫人 第二年宫廷发生政变 宇文雍接替大哥的皇位当了皇帝 即北周五帝 李娥子也由此俘虏俱增 成了人们心目中高贵无比的皇后 十八年后 周五帝宇文雍手中正寝 他与李娥子生的儿子宇文雍继承了皇位周宣帝 不久李娥子被尊封为天元帝太后 又改为天皇太后 天元圣皇太后 宣帝死后 竟得继位 又尊封他为太帝太后 开皇元年五八一 扬间推翻北周建立随朝 李娥子被迫出家当了拟故 法名长卑 于开皇八年死去 终年五十三岁 园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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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